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继续来探求这些等待我们去接受的宝贵的真理 在上次节目时间里头我谈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的一个主要事件 基督再来的时候一个主要的事件 那就是得胜信徒的复活 那今天我要跟你再进一步来看一看 或者说来说明这个问题吧 我要说明的是得胜信徒复活时身体的新样式 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是讲到复活的最重要的一篇了 保罗在三十五节之后谈到复活的身体 好 我们听听保罗是怎么样说的 或有人问 此人怎么复活 带着什么身体来呢 无知的人啊 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 并且你所种的并不是那将来的形体 不过是子吏 姬如麦子 或是别一样的骨 诞生随自己的意识 给他一个形体 并叫各等子吏 各有自己的形体 那保罗在这个地方说明了两件事了 一是一粒麦种种在土地里头 另外一种事情就是 一个信徒的身体了 被埋葬在土地里 在两者之间有一种相同的东西 保罗就利用埋在土里头的种子 来表明信徒身体被埋在土里头 又复活的同样的一个情况 这种情况说明了三个事实 那第一个事实就说明了 埋在土里的种子 后来又发出芽来 是有直接的联系的 这一粒种子呢 仍然包含在从它那发出来的芽的根部 也可以说底部吧 二者是成为一体的 第二个事实 幼苗 从原来那一粒种子慢慢的生长 就产生了具体的明显的变化了 那幼苗外观的变化和它的模样 完全跟原来的那种子呢 不相同的 第三个事实 那但是 原始的种子呢 又决定了将来要从它那生长出来的 那幼苗和植物的模样 那各类的种子生出各类的植物来 一粒麦种 只能生长出一根麦苗来 比如说一粒大麦种吧 也只能长出一根大麦苗 不会长出别的植物 比如说像什么树啊 什么果啊 绝对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把这三种情况跟人的身体埋在土里又复活的形状 那么对比一下吧 第一 埋在土里的身体跟复活的身体有着直接的联系的 第二 复活的身体在从死亡到复活的过程当中 也有具体的和明显的变化了 改变之后的复活身体 是跟被埋在土里的原来的身体有根本不同之处的 第三 埋在土里的身体特性决定了复活之后身体的特性 也就是说 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特性跟他死后被埋葬 然后又复活的身体特性 是有着逻辑上的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联系的 那么关于复活后的身体的形态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39节那儿 他有谈论的 好 我们听听保罗是怎么说的 凡肉体各有不同 人是一样 兽又是一样 鸟又是一样 鱼又是一样 有天上的形体 也有地上的形体 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 地上形体的荣光 又是一样 日有日的荣光 月有月的荣光 心有心的荣光 这心和那心的荣光 也有分别 此人复活 也是这样 那保罗在这个地方呢 指出了有几个不同的地方了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 他说在地上啊 有各种不同的形体 比如说人类 鱼类 鸟类 兽类的形体呢 都是不相同的 然后他指出天上的形体了 跟地上的形体 又完全是不相同的 那还有 他又指出啊 即使天上的形体 他们的外星和荣光 也都不完全相同的 太阳跟月亮就不同了 星星跟月亮又不同了 而且星星与星星之间 也有不相同的 最后他说 死人复活 也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 在地上的形体是一种啊 但是 我们将来从死里 复活后的形体 又是另外不同的一种了 这是很明显的事 一个人可以乘坐宇宙飞船 到天空当中去 但是他在飞船里头啊 仍然要保持在地面上的气压 和地球上给他的生存的条件 都必须为他准备好 他的身体是不能够适应 天上的自然环境的 那所以啊 他虽然在天上 但是仍然是畜生在地上的 那种形态之中的 那只有当我们得到了 新的复活的形体之后 我们的形体 才不受地面上的气压 和各种条件的限制 那当然呢 那个时候 各人所发出的荣光 也是不相同的 就好像天上的星星之间的荣光 完全是不一样那样的 那这些不同的荣光 取决于信徒在地上 侍奉神的忠心大小而定了 也就是说啊 你在地上侍奉神的忠心越大 将来在天上的荣光 也是越大的 而且将在你复活的形体上 永远的跟随着你的 那这个荣光啊 是你在今生侍奉所决定的 保罗在哥林多前述的 十五章四十二节那儿 在十五章四十二节 他又说了一段话 那我们听听保罗是怎么说的 此人复活也是这样 所重的是必朽坏的 复活的是不朽坏的 所重的是羞辱的 复活的是荣耀的 所重的是软弱的 复活的是强壮的 所重的是血气的身体 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若有血气的身体 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那保罗在五十三节那儿又指着说 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那弟兄姊妹 从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呢 我们可以找到了 被埋葬的身体和复活之后升天的身体 是有五方面具体的改变的 第一 被埋葬的身体是必朽坏的 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 所谓必朽坏的 是指我们的身体会生病 有痛苦 有脉性病 会衰老 甚至牙都会掉光 头发也会掉 皮肤会起皱纹等等的 这些都是我们在地上的血肉之体呀 所要遇到的 那么一直要到被埋葬在土里头腐烂掉 但是复活之后的身体就完全不同了 第二 必死的变成不死的 我们都很清楚了 我们现在的身体是早晚都要死亡的 但是复活之后的身体就不会再死亡了 第三 从羞辱的身体变为荣耀的身体 我们都知道 我们现在的身体是我们的祖先亚当犯罪之后 遗传下来的 那并不是神最起初给亚当的那个身体 现在人的身体呢 已经带上了肉体的罪过了 成为了蒙受羞辱的身体 但是复活之后的身体将是纯洁荣耀的身体 不再会因为犯罪而产生羞辱了 第四 软弱变成刚强 被埋葬的身体是软弱的 不论一个人多么有学问 多么有本领 多么强壮 总有一天他会屈服于死亡 而变得软弱不堪的 但是复活的身体已经战胜了死亡 就具有刚强的力量了 那第五 属自然的身体变成属灵的身体 那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肉体呢 是自然界的 正因为属自然界有生老病死了 有软弱了 那么这个身体复活之后就变成属灵的身体了 现在我们这血肉之躯呢 是属魂控制的 因此也是属血气的 但是复活的身体已经是属灵的了 属神的了 跟耶稣和神的形体是相似的 可以跟主耶稣和我们的神面对面了 新二圣经 菲律比书的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圣经这样对我们说 我们却是天上的果明 并且等候救主 救世主耶稣基督 从天上降临 他要将我们这卑微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那我们现在无论有多么大的权势 多少的金钱 也不论多么的健康美丽 都要变为过去 因为我们有的是 只是一个卑微的身体 只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复活之后 才会改变形体 跟主耶稣一样 是荣耀的身体 好了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 在下一次节目时间 我想跟你谈谈复活之后的一些事情 那就是审判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才有审判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 那么下次节目时间 我将给大家谈谈有关 复活后要面对审判的问题了 好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